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2024-25赛季前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已经好举三连胜的金州勇士坐镇主场迎战同样势头正成的底特律活塞 库里因为手指上是缺阵 追梦果断跟上 也选择高挂免战牌 再加上从训练营开始就缺阵至金的维基斯 勇士排出的目的 库明家 梅尔顿 波杰姆斯基和TGD的季前赛第四套手发阵容 实际上就是一套第二阵容 而活塞却是全主力出战的第一阵容 塞前勇士主席史蒂夫科尔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并透露了维基斯的近况 科尔说道 维基斯的生病症状已经消失 并且已经连续参加了球队最近两天 包括全场对抗在内的所有训练 如果没有意外 维基斯会在下一场对镇湖人的比赛迎来首秀 对于维基斯而言 付出首战就能合潮聚战姆斯队位 可以让他找到对抗的节奏 尽快找到比赛感觉 为即将开始的常规赛做好准备 首截比赛 戴维斯空间成功 目的跳投得手 波杰姆斯继远投命中 哈里斯轻松上篮 杜伦篮下进攻打成 艾维三分开火 双方将持到七平 梅尔顿仍近三分 梅尔顿断球反击一条龙 杜伦篮下勾手 艾维飞身上篮 康宁汉姆连续在篮下进攻打成还以颜色 活塞于15-14的微弱优势领先 卢尼的中投打成 希尔德在乎顶位置远投命中 卢尼成功勾手 希尔德和沃特斯又连进三季三分 注用试以31-17领先结束该节 四季比赛 目的远投命中 卢尼成功打三分 用试以37-17将场上的分插拉大到20分 斯图尔特挑篮打击 艾维发球线跳投 朱华塞将场上的分插有所迫进 配盾扔紧三分 波杰姆斯机上反篮 库明加在场上里图外头连得五分 库明加的远投右近 勇士以50-30仍然领先20分 配盾上空篮 波杰姆斯机头近追身三分 戴维斯空间爆扣 勇士以50-32继续拉大分插 艾维扔近三分 康明汉姆篮下抛投 将场上的分插有所追进 半场战败 勇士以60-41领先 第三节比赛 波杰姆斯机轻松上篮 目的在外线开火 勇士以65-43要摇领先 目的强行跳投打进 戴维斯的篮下进攻 打得有声有色 库明加和希尔德连续投进三分球 勇士以77-57仍然保持着自身的优势 艾维投进空位三分 康明汉姆空位跳投打进 风太季奥扔近三分球 过来二次进攻打成 活塞将比分追成67-79 希尔德扔近三分球 配盾篮下贡献爆扣 勇士重新稳定住局势 以86-69领先结束该节 勇士的金色三分 与让活塞根本遮拦不住 骑士第三节双方首发又象征性地比划了几下 很快就一性阑神的明金收兵 勇士三节大概下班 更让汽车承扎心的是 哪怕换上第三阵容 勇士这边的外线活力依旧稳稳压过他们一头 希尔德和沃特斯在替补西上 联手奉献7G三分球 分差始终在20分上下 这样的赛果堪称杀人诛心 摩羯比赛 摩尔突破跳投 罗瓦马转身上篮 萨瑟扔近三分 祝货赛展开坠杆 诺克斯成功补篮 波斯特远投得手 比克曼轻松上篮 勇士以104-79扩大自身的优势 接下来的比赛里 勇士牢牢地保持自身的优势 凭借深不可测的轮换深度和浅入雨下的三分球 早早就终结了比赛悬念 最终是8分大胜对手 两队这场比赛的缩影就是 勇士上下都是神圣手 每个球员怎么投怎么有 汽车城这边简直就是铁匠开会 都快把大通中心的篮筐给砸歪了 第二节 双方的分差异度被拉开到26分之多 当时勇士的外线投射效率 是惊人的十次投是一中 三分命中率高达78.6% 与此同时 波塞比试全队13次三分出手指命中一球 三分命中率仅7.7% 还不到勇士的零投 而奔长比赛 勇士17人出战 16人有得分入战 6人得分上双 进攻端可谓是全面开花 水一泻地一般 此意 勇士后卫希尔德表现亮眼 仅出战是3分钟 8投4中 3分球6中4高效砍下12分3篮板而助攻 他在第一节和第四节 都有连串的精彩三分入战 魏勇士的大声奠定了监视的基础 其实 本场比赛只是 希尔德近来好状态的一个缩影 最近三场比赛 希尔德接连得到22分3篮板 10分2篮板和12分3篮板 合计以恐怖的70%命中率投进了12及3分球 从比赛过程来看 不管是接球投篮 持球单打 希尔德总能把球送入篮筐 甚至还能以起码射箭 后仰飘逸这样高难度的方式终结 单一季前塞的表现而论 希尔德完全可以平替离队的汤普森的作用 甚至外线侵略性和准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希尔德外 勇士另一位新员沃特斯表现同样出色 出战19分钟 6投4中 3分球4中3砍下13分7篮板 加22正复制冠决全场 紧攻端 沃特斯上了场就能得分 一手跳投砍的人如痴如醉 防守多沃特斯意识能力俱佳 与其对位的球员很难在他身上讨到便宜 可以说 勇士今天之所以能大胜获赛 沃特斯绝对是重要功臣之一 经年级前赛 沃特斯打了四场 场均能到11.5分 四篮板一助攻 三项命中率高达56.5% 57.8%和90% 尤其在第一场对阵快穿的比赛中投进了绝杀三分 不愧是从NBA黄埔军校雷霆出来的男人 沃特斯不仅求伤高 心理素质过硬 攻防两端也很有存在感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沃特斯能把好状态延续下去 那么勇士新赛季的常规轮换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在球队获得大胜喜悦的同时 勇士本场也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 第三劫一次进攻过程中 勇士后为波杰姆斯基再接队友戴维斯的手 递手传球时鼻子不慎撞在了队友的手肘上 随后波杰姆斯基痛苦倒地 晚了许久后劫难起身返回了更衣时 提前退出了比赛 本场波杰姆斯基出战19分37秒 起头4中 3分3中2 发球2中2得到12分 四篮板四助攻2强断 但是出现了5次失误 尽管赛后波杰姆斯基出现在了场边为球迷签名 但是从镜头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鼻子相当红肿 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无法确定严重程度 对于勇士来说 波杰姆斯基是除了库里外对内最值得信赖的控球者和组织手 他的健康状况影响勇士的竞争力 希望波杰姆斯基能好好休息 等到健康了再出战 毕竟造成等严重伤病的话就不得尝试了 而库明家持续进化 出场23分钟 投篮9中4 3分5中3得到12分2篮板 库明家的三分针练出来了 已经连续几场都有稳定的三分投射了 而且越来越敢投了 但库明家的防守问题还是很大 犹豫的动作仿佛进攻球员的瞄准镜 另外库明家还要加强自主进攻能力 如果能够持续进化 看好他能成为全明星 目的重归重举 出场25分钟 投篮14中5 3分5中2得到14分2篮板3助攻 目的今天手感不佳 在场上的位置感比较差 大球太直缺少创造性 他还是要减少持球往3D球员方向发展 个人感觉他更适合替补 当球队的第6人 戴维斯表现出色 出场26分钟 投篮击中6得到12分 10篮板3助攻3盖帽 戴维斯表现很不错 他真的球伤很高 连帮两个太帅了 轻松填满数据篮 他在内线真的是攻防一体 勇士的步枪还得靠球员自己进化 勇士的选秀眼光真的可以 梅尔顿手感不佳 出场23分钟 投篮11中2得到5分4篮板7助攻 梅尔顿本场进攻是准 但组织还是很香 给戴维斯的空间很不错 防守端也很硬 勇士也有自己的霍勒迪 本赛季梅尔顿或能作为首发空位 另外早在勇士训练营开启的新闻发布会上 主教练科尔就表态希望全队多投三分 希望勇士会是新赛季三分投得最准的球队之一 此外 他在多个场合都对孔明家 波杰姆斯基 韦尽斯等球员进行了鼓励 希望自己的弟子们能贯彻落实多投三分这一方针决策 除了第一场勇士全队外 失准外 剩下三场比赛 球队的外线投胜一场胜死一场 合伙赛一役 勇士上下整整投了39季三分球 一共命中18球 三分命中率高达46.2% 这盛事如可而所愿 而作为球队老大的库里 当然是乐得清闲了 只见萌身身着蓝色西装 嚼着口香糖 一脸轻松地在场边看着小老弟们的三分秀表演 镜头退给到了他缠着绷带的手指 可见他一时半会还无法回归赛场 但看到队友这么好的状态 相信库里也能更加放心地养上 韦尽斯同样以洗扁装在替补席上观战 他并没有戴着口罩 由此可见流感也好的七七八八了 期待库里嘴哥早日回归 完全体的勇士会来到怎样的高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